第六百四十四集 你要撕了谁 莫小鱼从文胜利家里出来之后 直接去了金刚头主的地方 这家伙一看到莫小鱼的脸色 就知道没谈好 心里有点忐忑 其实非要莫小鱼去 还是他的主意呢 按说莫小鱼来洛京是为了救他 但是这家伙居然恩将仇报 硬生生的把莫小鱼 拉进了这不靠谱的买卖里 确实是不低道 但是呢 他也有自己的顾虑 那就是莫小鱼对古董的鉴定能力 以及莫小鱼这个人的个人魅力 他和莫小鱼交往的时间不长 也算不上有多深的交情 无论莫小鱼是出于什么目的 人家总算是从唐州来救他 他这是为了投桃报李 有这么好发财的机会 想带着莫小鱼发一笔啊 殊不知 莫小鱼他缺这点钱嘛 说到底 他是觉得自己是好心的 诶 怎么了 没谈成啊 金刚他问他 老金啊 文胜利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能再答应他呢 这可是犯法的啊 你这次能出来 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你还想再进去啊 莫小鱼气乎乎的说道 诶 老弟啊 你先坐下 哎呀 我跟你说 我也不想这样的呀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啊 我们都被文胜利装进去了 从我拿来那些东西 一直到现在 要我们再去顾目 这都是计划好的 这老皮肤 我们惹不起他呀 金刚头说道 莫小鱼虽然嘴上没说 但是心里却在想 文胜利啊 文胜利 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坑我 等回到了唐州 有你儿子的好看 妈的 这可是你先不讲道义的 我和你儿子是同学 这样的关系 你也好意思下手 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先把目前这一关过了再说 闷坐了一会儿 莫小鱼问道 文胜利说你又去了一次古墓 情况怎么样 没有很多人在看守 就一个人 在被封的地方搭了个帐篷 我也没看到有人没人 估计下午人的 冰天雪地在那儿过夜 那不着死吗 再说了 搭帐篷的地方 离道洞口有五百米左右的距离 不到眼前很难发现 金刚头说道 莫小鱼听金刚头讲的这么详细 站起身看了他一眼说道 哦 看来是你很想再去一次啊 观察这么仔细啊 老弟啊 我知道你有钱 那别墅都买了 但是这马屋叶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我保证啊 干完这一次 我这辈子 我就金盆洗手了 我再也不沾这事 怎么样 金刚头说道 沾不沾那儿你的事 我回汤州了 莫小鱼说完起身 出了金刚头的家门 老弟 到底怎么说的 去还是不去啊 金刚头追出门时 莫小鱼已经下楼了 也没听到莫小鱼的回答 到底去还是不去 莫小鱼啊 就这样一个人悄悄的回了唐州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后院的问题 极可心 因为白鹿的事 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短信 天天把莫小鱼骂得狗血喷头 这件事解决不了 他将永无宁日 喂 杜姐啊 是我 你在单位还在家呢 莫小鱼先悄悄的 给杜曼学打了个电话 问他 在单位呢 怎么了 你在哪里啊 回来了吗 杜曼学看看坐在自己对面 吃盒饭的饥渴心 小声说道 约是到了年关啊 电视台越是忙碌 各个节目组都是全玛丽工作 不但要拍摄领导 下基层慰问的片子 这是硬指标 必须要有 因为这是领导要看的 还得拍给一些老百姓 看的喜闻乐见的节目 比如说 健保风云 所以呢 这俩女人啊 差点拿电视台当家了 我刚到唐州 还极可欣也在台里吗 莫小鱼小声的问他 在呢 嗯 谁的电话 莫小鱼的吗 快快快 你把电话给我 极可欣一抬头 看到杜曼学的眼神不对 开口问他 你等会儿 我还没说完呢 杜曼学一闪 躲开了极可欣 对手机的抢夺 啊 那个 待会儿见吧 莫小鱼匆匆挂了电话 没给极可欣发飙的机会 这个没良心的 我就不信 你这辈子都不见我了 等到见面了 看我不撕了你 极可欣不解恨的 把手里的纸巾撕得粉碎 你要撕了谁啊 杜曼学冷冷的说道 莫小鱼啊 怎么了 极可欣恨恨的说道 哎呀 你说说你这个样子 说什么好啊 你都多大了 他才多大 就不能让着他点 男人也是要宠的 也是要敬的 杜曼学不屑的看了一眼 极可欣说道 我 我怎么了 我还不够宠他吗 我的房子他住着 我的车他开着 他还想怎样 极可欣不愤的问道 就这些 他现在还开你的车 他是缺钱买车吗 他住你的房子 是他没地儿住吗 这些他享有 马上就能买到 还赖在你那里 说明他没把你当外人啊 还把你那里当家 你应该庆幸才对 哪一天不去你那里了 也不理你了 看你怎么办 杜曼学说道 他敢 极可欣恨恨的说道 男人可没什么不敢的 我现在就想着 他无论走多远 只要星还知道 回来就行 时常记得我 至于他和谁在一起 我现在反倒是不关心了 因为我知道 他早晚都会回来的 杜曼学自信地说道 哎呦哎呦 你可真自信呢你 极可欣撇撇嘴说道 不自信 我敢让你搬到我家去住啊 看到了吧 为什么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 你的手机关机了还是没电了 杜曼学也遇到 这无异于是活上浇油 但是杜曼学最乐意的 就是做这个了 看着极可欣气呼呼的样子 他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在不断地教训极可欣的过程中 得到了深深的满足感 你说他和那个女人 有没有关系啊 极可欣抛开对杜曼学的不满 自言自语道 不管有没有关系 你都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再说了 我问你 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呢 你管得这么宽 如果和他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你怎么不先和我干一仗呢 你最应该攻击的人是我呀 杜曼学 调侃道 我对他还不小 我对他想让他放开对方 我跟他说了 我真的很地坑 我可以想和他